请问凯教练 生酮期间的低碳饮食加重训会掉肌肉吗? 如果你今天生酮期间你的热量吃的赤字太高 那当然有机会掉肌肉 当你没有碳水的时候 你的肌肉里甘糖相对不会这么的饱满 那是否是你实际的肌肉萎缩 还是只是单纯的肌肉里含水量降低 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 但是你会看起来没有像有吃碳水的时候 肌肉这么的饱满 如果你的目标是要用线条的话 那当然可以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看起来是 蓬蓬的满满的 那你就会还是吃一点碳水会好一些些 而且碳水毕竟可以让蛋白质去做 蛋白质他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以碳水就专心的提供我们身体能量去运动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在稳定持续做重量训练的人 你真的不需要特别把碳水毕掉 碳水就在你总饮食的50%左右 真的不会让你胖的 让你胖的是固定的长时间的热量饮余 偶尔一天的热量饮余也不会让你胖的 OK你要必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开始每一天吃超过200卡300卡 那两三个礼拜你就会看到真正的脂肪成长 你摸到你身上的那个肉 哦就这个皮可能就不是这么薄了 它可能就会就变得像后面这一块稍微比较厚一点点 OK就会长上去了 教练是女生身高170一直以来有驼背的问题 可以单靠健身把问题解决吗 比如高位下拉这有没有帮助 再来驼背会不会因为无法挺胸跟背部挺直容易用到腰力 因为我硬拉的动作一直做不好 你要先去问问看你自己 你的驼背是没有办法靠意识纠正的吗 就是说我们有看过一些年纪大的太太 她如果驼背已经驼到 我把背打直你没有办法挺起来 例如说我今天叫你肩胛骨往后收 但是你没有肩胛骨往后收的能力 叫你提肩耸肩 你没有办法耸肩的能力 你的驼背如果已经到这个程度的话 那请你去看医生 你的骨骼上应该已经出了问题了 这是骨骼排列的问题 那如果只是单纯不习惯把背打直 你背后的深层的肌肉不习惯用力的话 那我反倒建议你先去把这个动作给做好 把整个背挺直的动作给练好 练好了以后你再去不管是躯体划穿也好 直腿硬举也好 硬拉这个动作 等到你背能够打直这个动作以后 让你的整个上半身是平的去面对地心引力以后 你才知道你的背后怎么样用力 再来如果你能够知道你有驼背的问题 但你的背是可以挺起来的话 请养成这个生活习惯 把背挺起来 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 你如果去练你的背 一个礼拜练两次 每次练背的时间 号称40分钟 号称 真正在中间不滑手机 不休息 不聊天 你背完全在压力下的时间 大概只有10分钟 我们就这样说好了 好 那如果这个10分钟能够传达足够的刺激 让你背的肌力跟肌肉肥大的刺激 都够让它成长起来的话 你会看到肌肥大的成长 但是你的习惯剩下 OK两次练背哦 每次你的背只有20分钟 真正正正正有练到 在压力下的时间 然后其他时间你又回到这个姿势 你又回到驼背圆肩的姿势 剩下一个礼拜167个小时 又40分钟 那你认为那20分钟 凭什么让你的背挺回来 所以你要有意识的 把驼背这个事情 如果你是可以用力改掉的话 你是可以用力去做到不驼背的话 把它控制住啊 好吗 所以两个情况 一个如果你意识控制 你没有办法把背打制 透过练习也没有办法 那可能结构真的出问题了 去找一个物理治疗师 或是直接去看医生 你的结构是否有问题 那如果你可以的话 第一做背的训练 第二你要平常日常生活的posture 就是要回到一个相对正确的posture 你的姿态 posture是姿态 你的姿态要回到一个相对 你的脊椎排列是正常的姿态 你才会养成这个习惯 我每一次一做起来 我的身体就是挺着 我是很习惯 所以它是可以被养成的 这个是我左肩曾经有过肩胛脊 它会摩擦 我以前也有稍微的圆肩 我很习惯的把它放在耳朵后面 我正常的这样操作很多年了 所以我现在我的左肩的肩胛脊 在我不管推胸推肩 我都可以跟它共存 好吗 这个要从你日常生活 就要下手 好帅喔 我决定爱你一晚年 我们回家 我一定干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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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家 原来穿上阿鲁 真的可以给你满满的自信喔 我心生意大多 你不是要干死我吗 记得要戴上黑武士喔 你看 快必放 специ OH wrrr 跟我真正丰富